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如 政府 就是说大学应该帮我投保 却没帮我投保 导致我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就是我这边问的这个获益的问题 就是说 假如我多投保一年 就是像我以前有当过 我在长根当过教学助理当过一年 那那一年他们有帮我投保 那假如他帮我投保 我会多多少钱 问题就是变成这样 一年 对不对 我一年没有投保 然后 乘以1.5% 对 对 乘以430 这个数字大概会是 680块 没有 80块后来就很便宜很少 但是呢 680块是一个月喔 我未来退休 每一个月都少680块 所以问题就是 我退休到底总共会想到多少 我们要算一个平均数 我们假设 呃 退休每个人会活到80岁 这个他也是目前的订阅 女性大概会再长一点 但是假设到80岁 所以我总共 这是每月 年的话就很清楚了 是 680 乘以12 蛋白是 8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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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是 一些 哇 那 中生 就是 8300 再乘以15 对 就大概是 大概是 13万 超过12万 这比较简单 对不对 这样 还 还能够 对 我知道常常会倒粉 这很正常 这样 OK吗 都可以理解 好 12万元 终身 那 换句话讲 长庚大学一年没帮我投稿 导致我未来 每个月少领680 每一年少领8300 假如我活15年 我会少领12万 所以我们在反飞 长庚大学我一个月没帮我投稿 那我们损失就少了 一个年 就 很简单 一个月就损失了 1万元 对不对 因为 等于12个月让我损失了12万 一个月也会让我损失1万 这就是我们这边算出来的 为什么一个月 一个月没有投稿 未来的 假如他帮我投稿 我的收益 就会做了1万元 那 那老退星 因为他是一个个人账户 就是说 老板缴6%钱进去 然后他就是 他按理来讲会增长 但是因为那个老退金 就是他 常常拿去护行 什么 再来拿去护行 所以我们假设他根本不会收益 好了 所以我就维持显示666 那健保费呢 4、5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在学校投保 我有两种投保可能 第一种是要跟家里投保 看爸妈的薪资 但爸妈的薪资通常一定比我们高很多 因为他是一份政治 所以 还有另外一个参照点 叫做 我到区公所进行投保 25岁以上的人都基本上 好像他的规定就是原则上 你最少去区公所投保 所以 区公所投保的保费 大概是750块钱一个月 健保费 假如 我叫大学报投保 我的保费只要295 我区区公所要750块 所以这边算出来才有一个 454的差额 就叫做我们所谓的收益 就是机会的收益 我本来要缴700 但结果如果叫区公所投保 其实我们会省很多钱 所以我们告诉助理就是说 你叫大学帮你投保 勞健保 你绝对赚了 你现赚就已经现赚450了 因为健保费你可以少交很多 你尽管你一个月要缴付517块的 勞健保费 但你至少健保费已经少付很多 所以你几乎没有了很成本 有成本是学校 但坦白讲学校的成本也没有多大 但是我们未来这一个世代的勞保 已经可以大幅度增加了 这样 我再进一步再做 通常会遇到两个质疑 一个质疑呢 是说 比较常见 就是说 真的领得到这个钱吗 不会破产吗 每次去讲都会 我就说 全世界没有社会保险破产 只有社会保险改二 没有社会保险破产 为什么他不会破产 因为他可以改 他跟商业契约不同 商业契约是可以签多少钱 其实是不能改的 保险 我买了多少保险 他到时候给付掉我多少 不可以说他不开心 不可以 但政府不一样 政府有立法院 所以立法院 他的确就在做进行改二这件事情 来解决老保年金的危机 所以目前一种说法 要把1.55% 可能要改为1.3% 这是政府的一种想法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不管他改几% 虽然最恶劣 要改到这1% 是太恶劣了 就是让我们未来的年金会少很多钱 但是不变的定率 你的年次越高 你拿到巧克力越高 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就这个是立法院的斗争 到底他期待率要是几% 是立法院的斗争 政府的斗争 但是年次是我们自己有工作 要确保的事情 所以无论如何有工作 就要有年次 这才是保障所有的受负者 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事情 这个跟年金会不会有危机 是有观念的 第二种质疑是说 那你缴这么少钱 为什么你未来会有那么多的年金 这听起来是一个 你们在掏空保保 我们也听过这种事情 那我的看法不是 我的看法是说 因为这一些年轻人 他们也不是没在做事情 他们 第一个说法是说 目前制度设计就是这样 目前制度设计就是 的确坦白讲 老保的几分是满逃 他的投入的钱 未来会逐年增加 他们说每年要增加1%的保费 这我每个都同意 但是目前制度设计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不是 我去卖道打工也会有老健保 所以也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没有道理说 在卖道打工该有的学校就没有 好 第二个说法是说 我们会考量一件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他缴的钱少 未来还是有保险 他其实是社会保险的一个本质 就是说他在协助那些弱势的人 所以例如你说那些 所谓的妇女二度就业 很常一直在做胖胎的工作 他看着工作的人 他还是一样可以拿到 一样完整的这个社会保险 他未来还是一样 可以有那么多的退休金 老板连接 所以他是一个 他本来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 那莫德哥他是拿所得高的人 多少有点很填补后面的 有一些一些这个 这个意义在里面 OK 特别是资本家的钱 我们可以看到说 资方他要有很大的劳忙负担 他是透过这个东西 来填补这个劳忙的竞争 好